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器 简称MVR 该系统包括尽量预热阶段 降膜蒸发阶段 强制循环蒸发阶段 以及离芯分离阶段四大阶段 首先通过键料泵键料 物料输送纸过滤器 去除杂质 之后 物料通过蒸流水板时换热器加热 预热到蒸发温度后 进入降膜蒸发阶段 物料首先通过降膜循环泵输送至分布器 均匀分布后 进入降膜换热管内 成膜状流动 可乘通二次蒸汽加热 物料部分蒸发后 液体流入降膜蒸发器底部 气液混合状态的物料 进入降膜分离器 气液分离 物料在降膜蒸发阶段 达到设计浓度后 转料进强制循环蒸发 浓缩后 浓缩后饱盒 直至有少量结晶产生 降膜蒸发阶段 和强制蒸发阶段 产生的二次蒸汽 请通过 理性蒸汽压缩机 压缩后 输送至强制循环 换热器 隔降膜加热器 可乘 加热物料蒸发 无料经过强制循环蒸发 达到设计固液含量后 进入愁后期 沉降增愁 上层青叶 一流至母艺管 稠后细底部 固含量较高的物料 进入理性机 进行固液分离 固体出盐 离心母液进入母液罐 母液经加热后 通过母液体生泵 返回强制循环 继续蒸发结晶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